看見被破壞的烏牛蘭吊橋遺址 竹人相當不以為難 因為烏牛蘭就是早期八宅竹人 遷移至蒲里石 從台中豐原帶過來的舊部落名稱 不僅是目前蒲里愛蘭里的前稱 更對八宅竹人的文化脈絡 有著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 八宅竹本來是住在豐原 後來遷徙到愛蘭這個地方以後 就把那個地名帶到這邊來 把這個地名也按照原來住的原鄉 那個地名烏牛蘭把它取名這樣 八宅母語是澳蘭 所以這個諧音就把這個澳蘭 烏牛蘭這個地名把它改成愛蘭這樣 這些遺跡都是我們在地族人 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從祖先到現在很深刻的一個生活痕跡 然後我們不應該去做這樣一個破壞的行為 早期的烏牛蘭吊橋 曾是蒲里重要的連外通道及地標 改建後雖然廢除 但依然保存刻有烏牛蘭橋的橋頭遺址 228事件當時的二七部隊最後戰役地點 也是發生在烏牛蘭橋 如今這個僅存的歷史遺跡 卻因為沒有列入相關保護 不慎被蒲里鎮公所設置的廣告招牌盯上鋼莊 當地的溫食工作者看了也只夭頭 我們會建議地方先提報文化局 文化局就會啟動那個文治委員的一個 來現地勘察的一個動作 讓他具有這個暫定古蹟的身份 提報到我們文化局來 然後我們文化局就會接案 然後送給我們的文化資產審議會 去受審議的動作 文食工作者表示 一個看似不起眼的遺址 卻能到處蒲里鎮過去兩三百年來 原住民部落硝漲的文化脈絡 如今卻因為後人的淡忘而招致破壞 除了補救之外 也希望藉此機會 再度喚起民眾對歷史文化的重視 原是新聞NO 南投蒲里 草榜報導